美国的经济在风雨飘摇中 全球经济也不景气 石油钢铁等基础产品价格一路飞涨 失业率居高不下 但美国的股市一路疯涨 1999年 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1万点 2013年 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15000点 特朗普就任总统 美国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 2017年 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2万点 2018年 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25000点 接着美国疫情爆发 死亡率感染率双一流 美国到了见证神话的时刻 2020年 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3万点 接着拜登上台 美国危机四伏 到了见证疯狂的时刻 2021年 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35000点 当大妈都买股票的时候 就离崩盘不远了 美国一直都是机构做大头在炒股 但是现在时代变了 自已经爆发以来 散户投资人数出现激增 2020年 美国又超过1000万人 开设了一个新的经济账户 而根据美国财政媒体 展开的最新调查 10%的美国人 在过去12个月内 首次购买股票 截至到现在 美股的暴涨 根据最新数据 至少超过1500万 美国散户杀入了股市 该调查还显示 那些没有大学学历 收入在5万美元 或以下的人 你是最有可能 首次购买股票的人 13%的黑人 和西班牙裔表示 自己开始首次购买股票 在亚裔美国人中 这位数字为14% 拉丁裔男性 在新股票投资者中 所占据比例最大 19% 受访的黑人 和西班牙裔美国人表示 他们需要一张 新冠救济支票 才能勉强度日的可能性 是白人的两倍 然而对调查 做出回应的少数族裔也表示 他们收到联邦新冠救济支票的可能性 低于白人受访者 美国的股市 所容纳的资金 已经远远超出了 美国公司的健康程度 在过去四年的时间 美国股市不断的吹泡泡 即使是经营不下去的僵尸企业股票 也是一路疯涨 鉴于美联储的无限QE 很多企业在发行企业债 发了企业债之后 还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利息 然后把钱拿到股市 买自己家公司股票 推高股价 股价推高了 钱也赚到了 当然 企业该亏损还是亏损 有些企业他们还需要开始还本金 但很多僵尸企业没办法还本金 那就再借新债来还旧债 反正现在在美国 银行利率已经是0.07% 这100万美元才需要还700美元利息 相当于资本成本低到没有 那就不借钱白不借钱 低了钱先让公司营运下去 用美联储的钱换时间成本 万一未来企业好转呢 好转不了也没办法 反正现在也不允许倒闭 好日子先过 拖一天算一天 那这些企业尽管前途黯淡 但是规模又很大 因为占据了大量资源 所以也会让很多新状企业 没办法出头 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 远远低于2013年的水平 也就是说 倒只能达到15000点都不错了 可是现在的指数 还在35000点徘徊 还有可能继续上扬 美国的物价开始飞涨 CPI上涨了4.2% 这是美国28年来的最高水平 培根涨价16% 面包涨价18% 鸡肉涨价15% 咖啡涨价12% 涨价20%不到 这远远不属于严重通货膨胀 因为美国的股市 承载了99%的压力 目前不单单是涨价 还是生活用品短缺的问题 5月6日 Business Insider在其网站发布了一些 美国目前正在经历的 最严重短缺的列表 这些产品包括 计算机芯片 二手车 天然气 塑料合纵旅游 火车 房屋和度假屋 木材 家用产品 如卫生纸 家具 鸡肉 培根和热狗 进口食品及玉米等 2008年开始 美国但凡遇到危机 发行美债 增发美元是不二之选 每次增发的美元 珊瑚海啸一般的涌向 全球市场购买优质资产 可从2020年到拜登上台 增发了大约10万亿美元 这些钱大部分没有跑出美国 几乎都在美国的股市 和企业债权中空转 现在的通货膨胀 仅仅是一个开始 因为在过去的12年时间 美国已经成功的让世界更烂了 美国的盟友 利率几乎比美国还低 发行的国债几乎比美国还多 日本直接干出了超过GDP 250%的国债 让美国割韭菜 都找不到地方下手 周哥其他地区呢 全球经济都没恢复 这次没有等美国动手 印度成功的成为了 全球病毒变异中心 开始向东南亚疯狂的输出病毒 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 大量工厂停工 要知道美国现在接种了 2.2亿支疫苗 而他南美的盟友 去年深受特朗普的蛊惑 想搞全体免疫 到现在疫情控制 还远远不如美国 所谓收割 是要收割经济 比自己发展好的地方 现在美国成功的把盟友 都变成了毛坑 找不到韭菜了 10万亿美元 还不如留在美国 学习罗斯福的振兴计划 是拜登的迷梦 至现在已经以失败告终 由于各议员的强烈反对 基建方案被不断削减 由于巨大的压力 拜登将2.3万亿美元 主动调整到1万亿美元 但依然在洽谈中 即使能通过 估计也要等到4年后 搞不好就帮了特朗普 搞基建 钱从哪里来 拜登计划将美国的企业税 由税率将从21% 提高到28% 将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人的 最高个人税率 提高至特朗普减税之前的39.6% 这些遭到了美国 从政到商的一致反对 没人同意加税 共和党人 更倾向于基建使用者付费 而不是加税 在这个问题上 根本无法达成一致 什么意思呢 你修桥补路 谁用谁出钱 比如拜登的大基建计划中 要在佛罗里达州修桥 于是 马斯克说 你在佛罗里达州修桥 管我什么事 我公司又不在这里 你应该找佛罗里达州去付费呀 佛罗里达州的人民说 你的这个桥修在克罗斯城 管我什么事 你应该找克罗斯城的居民去付费呀 克罗斯城人民说 啥 你要找我付费 我不付 你放心 这个桥我肯定不用 谁用你找谁去收钱 最后只会有一个结果 就是全美国3.2亿人民纷纷表态 搞啥基建 发福利不香吗 再印5万亿美元不香吗 拜登的振兴梦 提出了三个月 处处碰壁 无一顺利 到现在一事无成 到现在 拜登的要求已经不断降低 将注意力放在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置上 不得超过15% 全球企业税率是指 让美国企业不要外逃到什么爱尔兰这些地方去了 税都是一样的 海外利润都是按照15%来收税 喂 我不给你们加税了 只要你们别跑就行了 好不好 中国在拜登看来 是美国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中国制造 现在是美国稳定物价的基本毛 十个美国人购买的商品中 有九个是中国制造 稍到前 美国海关经纪人和货带协会负责人 马格努斯数周前发现 美国超过25万商家 大幅囤积各种各样中国制造的商品 其中包括微波炉 吸尘器过滤器 泳装 家具等等 一些商家囤积的商品 都在库房中堆积到天花板的高度上 今天唯一能救美国的就是中国 如果中国能购买2万亿美元的美债 就可以购买2万亿美元的中国制造 拜登做梦都会笑醒 但现在显然能帮他的只有日本 2021年1月 日本所持的美国国债的规模为 1.277万亿美元 创下近五个月的新高 但是在过去的两年时间 中国就在不断的减持美债 到现在减少约1700亿美债 达到了2017年以来的历史最低 而在另外一个方面 人民币不断升值 对美元的汇率达到了6.39 要知道在去年5月还是7.1 人民币的升值将有可能进一步刺激美国通胀 美国要从泥滩里面走出来 唯一的道路就是加税 拜登要学罗斯福 罗斯福新政期间 将富豪的最高个人所得税增加到了63% 1944年更是高达了94% 1950年伴随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美国的企业税收达到了52.8% 随后到1993年下降到了38% 但是到今天 美国的税率还不足当时的50%左右 个税升值不到20% 但美国高税收的过去40年 就是特朗普宣称的 美国最伟大时刻 美国的工人阶级可以8个小时上班 一个人养一个老婆 两个孩子一条狗 一个大house 加上一辆车 每年出国旅游 而美国的经济也高度繁荣 为什么罗斯福新政可以成功 包括在90年代前 美国能够加税 今天的拜登是千难万难 90年代前的美国 产业还没有完成转移 美国还没有被金融资本家 所深度绑定 国内的产业发展 对美国经济非常重要 职业资本家也懂基本道理 把无产阶级搞死了 资产阶级也快完蛋了 而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有苏联 有苏联在 美国又永远不敢放松警惕 又必须要做出 人类灯塔的样子 就必须要像那么一回事 必须去发展自己的科技与产业 然而1990年 苏联崩溃了 于是美国放飞了自我 美国价值观被美国人 认为是普世价值观 是全球优势以来最好的制度 于是里根提出了 里根经济学 开始疯狂的税营资本家 击减政府预算 以及减少社会福利开支 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 以刺激投资 放宽企业管理规章条例 以减少生产成本 苏联崩溃了 美国无产阶级的好日子 就到头了 我们走后 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 会提高你们的工资 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 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 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但是现在的苏联 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 在里根时代 最富有的1%美国人 提升了1万亿元的收入 于是没有管控的资本主义 开始喧嚣至上 并开始了疯狂的产业转移 随之 是大量的非法移民的涌入 最终造就了美国的铁锈带工人 70年过去了 对于美国现在的全球金融资本家来说 根本不需要一个美国 既然不需要美国 资本家控制的资本主义 为什么还需要加税 全球有72亿人 就算美国的人全部死绝 还有69亿人呢 拜登的振兴计划 不可能得到任何资本家的支持 因为他们不需要一个经济繁荣的美国 只需要美国的航母与核弹 互为他们进行劫掠 到了今天 美国28万亿美元的债务 中国没有能力救美国 中国也不会救美国 拜登的所有梦想 只能对中国疯狂施压 希望中国明白 我给予个机会让你帮我 你还不谢谢我 因为对拜登来说 任何对中国的软化 不管有没有用 但绝对不能说 说了 在全美打压中国的今天 拜振华的骂名 他就跑不掉了 他只能按照特朗普的逻辑 来研究 多怪中国的知识理论体系 并不断挖掘 在今天 拜登撤销了对TikTok和抖音的单独禁令 但却而代之 要求商务部设计一套新的 针对中国等竞争对手的软件的方案 白宫要求商务部指定 设计又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外国对手 拥有或控制 或受其管辖的人设计 开发 制造 或提供的可能对美国 和美国人民国家安全 构成不适当 或不可接受的风险的软件应用程序 这就是把制裁的范围扩大了 简单点说 就是全面扩大制裁范围 到时候 所有和中国相关的APP或软件 都有可能在美国的制裁范围之内 理由嘛 理由很简单 破坏民主 侵犯人权 军方背景 今天的拜登是什么状态 打两个电话 眼巴巴的看着中国 希望中国能够十项点 主动给美国好处 给美国钱 下午又要维护美国的政治正确 开始酝酿性的制裁方案 其实美国非常清楚 一旦离开了中国制造 美国基础产品的物价 至少将上涨50%以上 中美脱钩之日 就是美国崩溃之时 闪崩海啸的膨胀 出不去的美元 泡沫严重的股市 最终将带来什么 现在美国还有闲心 关心中国人吃不吃肉 美国人造肉集团 时时刻刻关心着中国人的健康 美国全球的环境杀手 养着全球最多的牛 耗费着全球最多的粮食 人均牛肉耗费量 是中国的10倍 饲养的股物耗费量 是中国的40倍以上 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不到5% 却用掉了全世界1%的纸 1%的石油 23%的煤炭 27%的铝 和19%的铜 美国人均排放量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 美国人每年人均肉类消费 117公斤 动辄认为其他国家浪费资源 破坏环境 奥巴马说 你们不能为了让我们吃牛肉 你们去吃草吗 美国人多久没爱饿了 天欲使其亡 必先使其狂 美国的股市还会继续上扬 大批的散户继续入场 预计到只达到41900点的历史最高峰 然后就是1929年历史的重演 1929年秋天 美国的股市完全脱离生产指数 达到历史最高点 419点 这个时候的美国和今天一样 已经是全民炒股 股市只会升 不会跌 但是到10月29日 美国的股市开始暴跌 当日跌下40% 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大萧条 在随后 上千万优越的美国人 不得不像畜生一样活着 在美国的大街上 要么是麦儿育女的父母 要么是举着木牌找工作的失业者 在偏远一点的地区 人们搭着简陋的窝棚 让自己有个容身之处 还有一个地方比较热闹 就是苏联驻美国大使馆 美国人在门口排起了长城的队伍 在大萧条时期 大约有20万美国技术人员移民苏联 正是因为这20万人 成为了苏联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关键力量 他们去苏联 理由很简单 因为在苏联能吃饱饭 当时那种饥饿的感觉 让美国人刻骨铭心 现在事件已经过去了100年 在美国经济全线瘫痪的时刻 美国股市再创奇迹 即将冲击4万点的高峰 美国人再次尝到饥饿的感觉的时候 再来关心中国人 是不是吃海鲜和吃肉吧 在未来的一年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 我们的历程可能会比较艰难 但我们一定会远好于美国 而这也是我们必须跨越的 最关键的一个节点 过了这个节点 我们就会距离终极目标 前进一大步 现在是灯塔即将熄灭的前夜 我们就会距离的前夜